12月13日,拱北海关对外公布,澳门回归20年,内地金珠海口岸向澳门供应蔬菜约19万批,共128.7万吨,拱澳蔬菜量年均增长10%。 近日,记者走访了共澳水培蔬菜种植基地、共港澳蔬菜加工配送中心等地,探访这条千奇两地情的绿色生命线。 位于珠海上冲附近的公澳水培蔬菜种植基地,舍离澳门最近的内地备案菜园子,进入大棚,一排排芝麻菜生菜布满生长平台。 基地采用先进的水培技术,四季恒温,采摘不歇。 有没有使用一些违禁的农药,以及检查它的生产的记录,包括它从种植采摘到销售的整个记录,整个链条是不是真实完整,主要是检查这些方面。 不断刷新的富澳旅客树,也让澳门市场对鲜活产品的需求节节攀升。 2012年2月27日,珠海五家运作较为规范的企业聚在一起,组建起了占地1万平方米的珠海共港澳蔬菜加工配送中心。 目前,与该中心签订合作协议的备案基地有十来家,有效保证了公澳蔬菜的足量供应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昼夜颠倒的不光是中心工作人员,还有海关官员,装箱前抽检,装箱后,监装每天与中心运作保持同步。 海关的监管,监装是从晚上的10点到凌晨,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钟左右。 主要是对我们这个公港澳蔬菜的一些日常的巡查监管,抽样检查,还有一些风险评痛等等,这一块的一些日常的一些管理。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监装,就是货物集中好了之后,要上车,我们要海关在对它这个监装要进行一个监控。 就我们有个关锁,这个关锁呢,关锁上面是有编码的,唯一的一个编码,这个关锁是一次性的,就在我们这里封装完毕之后,爽上关锁,爽上关锁,到了澳门那边才会抵风。 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之中是不可以把它打开的。 离开加工配送轴心,车辆向拱北口岸拾去,在拱北口岸东侧出进客车通道旁,鲜活产品绿色通道的牌子格外醒目。 每天早上,几百吨蔬菜瓜果,生猪活牛,鱼虾冻芹,从这里运往澳门,不足300米的通道,如同血脉连接两地。 澳门回归前,鲜活产品虽然也有专用通道,但条件极其简陋。 1999年9月,拱北口岸签建工程完成,拱北海关将鲜活产品通关业务调整到口岸东侧。 对与之配套的报关大厅、查验平台都进行了升级改造,报关手续一减再减。 2017年12月1日起,鲜活产品通道开启时间,比以前提早一小时,从早上6点开始,此举大大的便利了工澳鲜活及早供应。 销率是越来越高了,因为现在差不多从我们进场啊,到海关办完所有所需都应该十来分钟就可以了,就可以开车到澳门去了,把货送到澳门了。 关键合一,设立鲜活优先办理窗口,直通放行,24小时预约通关,集中申报等等。 海关的一系列便利措施,为工澳鲜活产品争抢了先机。 我们的目标肯定就是要既能够保证我们工澳鲜活产品的质量安全,同时又要保证这个通关的效率。 简单点说就是我们既要管得住,我们又要放得快。 20年来,随着中央汇药政策的不断注入,这条绿色的生命线流动得愈发强劲有力。 据统计,1999年12月20日回归以来,共向澳门供应蔬菜约19万批,共128.7万吨。 供应水果约6万批,共41万吨。 供应水产品约61.7万批,共36.8万吨。 供应活处约7万批,共244万桶。 其中,增长最快的是工澳蔬菜量,年均增长10%。